在中国的偏远地区 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 虽然环境相对闭塞 但沉淀了许多宝贵的自然馈赠和文化资源 那里有神奇的风景 质朴的人名 和别样的传统手工艺 中国西部乡村 同样给我们带来惊喜和灵感 历经十二年的时间 新通道花摇花在地设计 扎根中国中西部少数民族乡村地区 延绵十二万公里 通过设计寻找中国乡村的智慧 几绿壮美的山川 清澈明亮的光影 还有一羽色彩分成 构图为样大胆的特色服饰 就如同久久回响耳边的西域民歌一样 史实激荡者 来此采封研究的国内外设计师们的心灵 创意灵感 云云民间实践 设计融入 才能提升乡村生活 文化传承 需要与时俱进 传统也可以成为当今的时尚 以设计创新 开启乡村明智 延伸文化自信 激活创新能力 才能永续乡村发展 这应该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文化共识